欢迎回到世界翻转中 生物科技市场最近几年蓬勃发展 不少厂商致力研发生物辨识 今天要拜访的是全台湾唯一 深耕人脸3D辨识的科技公司PCIT 我还没有进门 摄影机已经先认出我的脸了 所以门锁才会打开 人脸辨识用webcam收集资料 透过演算法 就可以分析我们脸上上千种特征 这个是后台系统 可以解释一下怎么运作的吗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 已经开始做人脸辨识的判断了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 它是眼睛到鼻子的距离 叫做五官的定位 上面同时还提供的性别 年龄 注视时间 人脸身份等等的资讯 我跟你的颜色不一样 因为蓝色是男生的意思 红色是女生的意思 当电脑扔出我们的脸之后 人脸辨识系统可以进行门禁管制 比方东京奥运或是世大运 担心恐怖分子入侵 这套系统只要花2到3秒钟 就可以在1万个人里面 找到谁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就是他 其实电脑早就帮我们找到了 台湾的厂商真的很厉害 副总你们六年前 是做笔电人脸开机 怎么会转型 因为我们虽然很早就拥有这个技术 但是我们当初的规模 并不足以跟一些世界一流的厂商 来合作 所以说逼着我们做了一个转型 但是我觉得转型蛮成功的 目前业务量或是业绩的成长状况 我们的成长状况大概最近都是以倍数在成长 人脸便是运用在精准行销 这个是一般超商的广告刊版 上面的摄影机发现我是女生之后 马上改为播放香水广告 不过我想要来考考这台电脑 如果我用的是照片 有没有可能过关 试试看 结果测试过关了 对电脑来说它只是一张照片 但是辨认出我的脸之后 下面会写上我的名字 为什么他知道那个是照片 因为照片只有一个平面 而我们人在转动的时候 会有左右的转角 上下的扶角 而我们系统就是透过这样的角度的去运算 去判断这个人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影像 还是一个手机的平面照片 全球人脸辨识市场的商机 在2015年达到20.7亿 预估到2020年可以达到62亿 台湾厂商在生物辨识这一块 没有缺席 未来外国游客也能够自动通关 我们现在就来实测一下 画面当中这位模拟的游客 他通过闸门之后放下了手指 测了指纹之后就顺利通关 这样的时间仅仅只花了8秒钟 比国人的自动通关还要快 外国人也能快速通关 少了一道闸门 但验证不马虎 指纹人脸同步辨识 这个动作只要单到5秒 在出境的时候 平均大概是在12秒到20秒之间 快通关的话我们目标只是5秒左右 是不是国际通信范有没有被管制 未来透过生物辨识通通知道 移民署最新查验设备 TVBS抢先曝光 4月下高雄是营运 一季明年的话前面普及实施 到那个全国各机场港口 加汇那个每年1000万外籍旅客 移民署脑筋动得快 因为机场实施辨识效果加 外国人入境一样两道关卡 指纹加人脸辨识 精准率超过99% 靠心辨识系统功不可没 上班打卡 或是进出门径以及搭乘电梯 统统都靠自家产品辨识系统 好心公司的内部 宛如 笑形 智慧城市 脸部辨识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 透过脸部辨识 指纹辨识 来进入到我们的系统 即便戴假发变装 或是安全帽改变造型 也能辨识过关 随着平板出现 桌机应用微缩 主机板起家的耗星成功转型 国土安全 居家企业管理都能看到他们身影 不过生物辨识应用最普遍的是手机 先选择要转出的账号 然后再选择我们要转入的账号 苹果iPhone最早推出手机指纹辨识功能 第一银行看重特点套用在转帐上 取代传统密码 未来还将普及到Android系统 因为指纹辨识已经成了标准配备 根据统计2014年指纹辨识功能 占所有手机只有15% 预估今年突破37% 2020年渗透率更将达70% 台场受惠大 这个是我们整个研发中心 都在这个地方 TPBS独家取得机会 进入触控IC大厂敦泰测试部门 每位工程师桌上模组不少 总经理廖明正亲自带着我们解说 2014年吃下全球第三大面板驱动晶片大厂 需要成了敦泰最强武器 显示面板跟触控面板能整合成单晶片 比比其他厂就得要两颗IC 而敦泰的IDC只要一颗 对客户来说成本省了不少 外观来讲其他厂两片面板黏在一起 当然厚度比较厚2.4到2.5mm 而敦泰仅仅1.4公里 敦泰领先全球4HD规格 非精细低温多精细面板 第二季也能跟进量产 延续过去的产品线以及供应链 产品多元国际大单不少 像是这长条形IC大多安装在侧面或前面 方形则是背后居多 不少大陆厂爱用 至于圆形大多设计在前面 有时候还会加上盖板做造型 如果151支的一半大概要提5000万支 那每个月大概有差不多6000万颗的需求 那也就相对换算过来 大概每个月在8寸产能 大概有10万片的需求 对这种产能的把握度要非常非常高 我们再按最后一次 就可以把我的指纹可以输入进去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敦泰廖总已经帮我们截取完 他的指纹了 现在我瞬间用我自己的指纹来测试看看 能不能过关呢 结果出现了红灯我过不了关 独步全球的IC还要好的演算法 才能精准辨识 号称0.3秒就能判读 敦泰也研发了一套正在逐步推广中 而神盾则是唯一结合 晶片演算法系统于一身的指纹辨识IC厂 演算团队成立达15年 神盾对自家演算法很有自信 号称FRR聚真率 也就是将合法使用者误判为不合法者 几率低于3% FAR认假率更不到5万分之一 反应时间小于0.5秒 你做小了以后 你的手指要是有360度去旋转 真的有效面积 其实就是只有短边成短边 那这个要非常好的演算法 才有办法做 晶片做得越小演算越困难 神盾可以做到面积仅仅7.2x3.2mm 好处是能增加手机外观 更多设计花样 神盾坚持小晶片自我挑战 希望能三分天下 同时采用的是少见的被动式电容技术 苹果握有非常关键的 主动式感测的基础专利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避开它 我们开发的是被动式感测 那我们在演算法上 也花了很多时间绕过去主图的专利 台场不断升级指纹辨识技术 就是因为相较于人脸 少了两颗镜头 以及变装灯光等限制 未来还可能出现血氧心跳等等技术 市场预估2012年全球生物辨识产值 大约65亿美元 2019可能冲到282亿 年复合成长率20.8% 生物辨识取代了密码 因为大部分人实在是记不住很复杂密码 更不要说常常换 那网路上大概最常用的前100组 几乎就可以破解40几%的账户 传统密码时代即将过去 生物辨识商机即将引爆 TVB的新闻和家有话事家台北新竹采访报道